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民国的英雄人物 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的名字并不是孙中山 他也从来没有称呼过自己是孙中山 其实孙中山这个名字是个悟传 可是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中山这两个字 像是中山路 中山堂 还有中山公园 几乎全国各地都看得到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听众朋友 您往下听 事情是这样的 中山先生出生的时候 他的父亲为他取的名字叫做德明 德是道德的德 明是明白的明 中国人为孩子取名字 代表了这个孩子在家族中的排行 辈分以及长幼顺序之外 还代表了家中长辈对这个孩子将来的期望 孙德明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对他的期望 希望他将来能够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不过 中山先生的母亲 却因为信奉玄天上帝的关系 为他取了地相这个名字 目的是希望神明保佑 让孩子能够平安顺利地长大 在1884年的4月15号 中山先生当时19岁 在进入香港中央书院读书的时候 就是用孙地相这个名字注册入学的 这所中央书院就是香港现在的黄仁书院 可是中山先生这一生最常用的名字 却是孙文这两个字 这是他在11岁进私塾读书的时候 他的老师为他取的名字 孙文这个名字好写又好记 后来他当大总统的时候 所颁布的各种文书 签的都是孙文这个名字 甚至于在他过世之前 在遗嘱上所签的名字 也是孙文这两个字 至于中山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那是在他逃亡到日本东京的时候 自己给取的名字 在1897年的秋天 也就是民国前14年 孙文在日本为了逃避满清政府的追捕 在住旅馆登记名字的时候 他用了中山桥这个假名 桥是木子边 再加上一个焦点的焦 这个字念桥 意思是指树林里砍柴的桥夫 日本人的姓名跟中国人的不一样 他们用的是父姓 像伊能静 这位大家比较熟悉的电视明星 伊能是他的姓 静才是他的名 另外 像金城武的父亲是日本人 金城是他的姓 单名一个武 所以孙文用的中山桥这个假名 中山这两个字是他的姓 桥才是他的名 讲到这儿呢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孙文我们可以称呼他孙先生 也可以称呼他中山桥中山先生 可是 我们这些后辈婉生 现在都在称呼他孙中山先生 这种情况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是一种错误的称呼了 这种误传 据说是有名的学者张世昭先生 在编辑《33年之梦》这本书的时候 一时的笔物写成了孙中山 《33年之梦》是一本自传兴史的书 它的作者是孙文在日本的好朋友 名字叫做宫崎淫藏 宫崎先生在这本书里面除了谈自己的经历之外 还提到了他跟孙文的认识 交往 以及加入革命组织和筹备起义的过程 孙文在这本书的第一页 为宫崎先生写了一篇序 称赞宫崎先生向中国古时候的侠客 求然功 不但很有正义感 而且对事情经常能有比较高远的看法 是一个让人非常敬佩的豪杰 很多人因为看了这本书 才体会了中国革命的精神 张世昭先生把这本《33年之梦》里面的一部分内容 编辑成了孙中山这本书 不过张先生犯了一个错误 那就是他把中山桥跟孙文连在了一起 在1903年的9月 他用《黄中兴》这个笔名 出版发行了这本《孙中山》 从此以后 孙中山这个名字就广泛地流传开来 虽然很多人知道孙中山这个名字是一种误传 不过因为大家都这么叫 后来的人也就将错就错 一起跟着错下去了 刚才我们提到了中山这两个字的游览 那么关于孙文这为影响了中国 也影响了全世界的伟人 还有哪些名字或称号 是我们不知道的呢 我们先从香港这个地方开始说起吧 孙文在香港拔萃书院读书的时候 领洗成了基督徒 那一年他18岁 他认为他的生命有了新的意义 所以为自己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日新 日新这两个字 是孙文参考了中国传统的古书 《大学》这本书 里面提到的狗日新 日日新 幼日新的含义 他希望自己能够努力求进步 今天要比昨天更好 日新这两个字 用广东话来发音 就是一仙 所以孙文的英文名字就叫一仙 孙亚特森 要是遇到需要签名的场合 通常他会写上孙文一仙这样的名称 在1892年7月23号这一天 孙文以第一名的成绩 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了 三个月后 也就是同一年的10月份 他在澳门开设了一家诊所 这家诊所的招牌叫做中西药局 孙文的医术非常的高明 来看病的人很多 不过遇到那些比较穷困的病人 他都是免费为他们治病的 先生遇到的病人多了 他发现这种贫穷落后的现象 非常的普遍 他心里产生了一个 想要改变这个社会的想法 所以他经常提笔写文章 投稿到各大宝社 鼓吹中国必须要改革 当时的社会状况 有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 这个世界不得了 穷的穷的不得了 富的富的不得了 不革命怎么得了 在这个阶段 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孙翠熙 这个名字里面有青山 有绿水 有风景秀丽的含义在里面 这个风景秀丽的地方 的确是存在的 因为孙文出生在广东省 香山县翠亨村 这个地方三面领海 风景非常的漂亮 所以他用翠熙这个名字 来纪念他的家乡 甚至于用这个名字 写了一封信给李鸿章 在这封信里 孙文建议李鸿章 在翠亨村这里 大量的种植鸦片 鸦片就是我们一般 所说的鹰素花这种植物 孙文怎么会有 这样的想法呢 建议李鸿章 在广东大量的种 鹰素花这种作物呢 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 开国远勋孙中山的第二集 独特计策上书李鸿章 这里是希望之声 国际网电台 千古英雄人物专栏 我是天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